王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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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操 天子刚刚一驾许昌 百废待兴 为何要急于嘉奖 各路诸侯呢 正是因为刚刚遷都 所以才要恩威天下 既不可识 时不我待 足下在这道奏章里 把袁绍 刘婊 封孙 赞 哎呀 这各路诸侯都封赏了一遍 有的还升受两三级 可独独没有你自个儿啊 想当年 董卓还把自己封个什么相国 甚至还自好尚父 你为何不情之家恩呢 那正是董卓的狂妄和愚蠢 我不是董卓 我是草草 臣誓受我恩 知恩图报 只想为陛下尽忠 不想贪图须民 明白了 足下是务实 徒务虚呀 凡曹爱卿所奏 朕胡不照准 臣谢恩 朝廷颁伐诏书 封我为司马将军 加授武庭侯 朝廷还把冀州 青州 甚至我们一直涂抹宫渠 但还没有到手的兵州 也一并地赤锋给我了 也一并地赤锋给我了 你们说说 此证 或是接 还是不接 是啊 接 这是接 这是不接啊 恭喜主公 容领大将军 此诏 当街 对啊 朝廷刚刚迁于许常 天子自顾不暇 此诏 只不过是一道顺水人情罢了 主公 以在下之鉴 这道诏书表面上看 是个顺水人情 实际上是暗藏祸心哪 主公应该明白 这道诏书虽然是以皇帝的名义下诏 可从那诏书的字里行间中 不难看出那每一个字 都是曹操的意思 主公 你一旦接下此诏 就须上表谢恩 如此一来 就等于主公你承认了那曹操 邪天子以令诸侯是合法的了 主公如果不接此诏 又有为臣道 那曹操会说你身为汉臣 却对抗朝廷 此外 今天是以恩赵 主公便接了 明天再来恶照呢 令主公获纳粮 获退兵 甚至是让你割地 到那时 主公 你是接还是不接 因此此诏 接与不接 君属两难 只是那曹贼的祸心 已然得逞了 我后悔没有采纳先生之言 早把天子夺到手里那就好了 这样一来 邪天子令诸侯的 就不是他曹操 而是我了 我兵马将士比他多二十万 城市属地更比他多两倍有余 我甚至可以把朝廷安在这儿 谢斟连昌人 昨天 庆一能 景一 真極一的 让曹操占卖先机 凡来都要听他的缴照 乱命 可惜呀 当初我的这个建议 却被那蜀木寸光之人 说成是匹夫之言 此事 就因我迟疑而耽误 与列位断然无关 许悠 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主公 陈下可以断言 五年之内 你与那曹操 必将有一场生死之战 竟有这么快 主公 你不妨想想 那曹操为何要携天子 以令诸侯 又为何变封了各地诸侯 而独独不封他自己 因为在他眼里 他已然是天子 天子就是他 他已经知天下牛儿 用不着再自封了 主公啊 现在的曹操 论属地之广 不及你 论兵马之强 钱粮之多 也不如你 可那曹操 他一定会充分利用 邪天子以令诸侯之力 一步步 逐渐地壮大起来 主公 曹操可远非董卓可比 他比董卓 要阴险狡诈百倍 此人 志在天下呀 想不到当年和我一块 吃喝嫖赌的臭小子 今天 却要和我争夺天下 主公 书在下之言 那曹操 非但要跟你争天下 不论啊 鹿死谁守 有违可知啊 我绝不会坐视曹操为患 我绝不会坐等曹操有能力 向我挑战 我再和他一决辞雄 重情听令 求手过后 即发兵十五万 攻去幽并二周 之后 力兵莫马 剿灭曹操 尊敬尊敬 主公 倘能如此 主公姓慎 天下姓慎 主公 袁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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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表公孙赞等 都接受了朝廷的赤锋 上表谢恩了 嗯 好 好啊 向朝廷先 就是向我曹操谢恩嘛 轩鱼 在 你说 袁绍他们此时此刻 我心中当是何等滋味 又苦又酸 又记又恨吧 养一个天子 比自个儿做天子舒服多了 主公当心啊 此时此刻 你可是各路诸侯心目中的大敌啊 嗯 这我知道 早晚有一天我跟他们必有一战 但是眼下他们还顾不上 袁绍 正忙着和公孙赞交战 将攻取幽中 袁绍 正图谋独霸将的 军月 我们也应该抓紧时机 进取中原了 主公心里头 一直还惦记着徐州吧 何止是惦记 简直是朝思暮想啊 欲成大业 必取徐州啊 徐州一日不得 我一日不安 但是眼下 刘备和吕布 含聚在徐州 他们二人相互支援 着实棘手 你曾经说过 急功 则二人同心相聚 宽忍 则毕生分裂 我已经宽忍许久了 何以不见他们分裂呢 主公要取徐州 在下倒有一计 我息耳恭听 主公可以天子的名义 给刘备下一道诏书 赤封他为徐州目 除徐州各郡之外 还可以把元术的南阳郡 一并赤封给他 同时下刀密令 叫他出兵征讨元术 就说元术图谋不轨 暗怀称帝之心 刘备乃汉帝后裔啊 对朝廷是忠心耿耿 刚刚做了徐州目 他既敢不尽忠效命 与此同时 我在以天子之名 给元术下一道诏书 就说刘备心怀叵测 给朝廷上表密奏 说他元术有称帝之心 要罚兵恭喜他的首府南阳郡 对吗 正是 这样一来 刘备和元术之间 必有一场恶斗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最后他们会同归于尽 而我们就可以四机 攻取徐州了 诸功尚命 驱虎吞狼 天子诏书到 赵偏将军刘备接旨 刘备接旨 顺天承运 皇帝诏约 刘备自提领徐州以来 忠心护国 保境安民 朕心甚畏 今特命其为徐州牧 领徐州六郡 并封车济将军 五亿侯 钦此 陈刘备 陈刘备 领旨献 献恩 恭喜将军 晋升为徐州牧 此外 陛下还有一道密诏给将军 判将军务必遵刑 陈刘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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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叙利 封宁 刘备 母带 优优独播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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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場